口吐白沫甚无可恋 人熊不利原地自闭 大熊猫福宝究竟怎么了 福宝到了该吃蛆虫药的时候 宋爷爷为了让福宝顺利吃下 灵光一闪将药藏进了竹笋里 没有防备心的福宝 稀里糊涂地吃了进去 刚嚼了两下 瞬间戴上了痛苦面具 心想这个坏笋也太苦了 转身直接逃离现场 不管爷爷怎么道歉就是不理睬 福公主烦躁地转来转去 宋爷爷好说歹说才哄好 等以为再次喂药会有些困难 结果睡了一觉的福宝 完全忘记了刚才的事情 见宋爷爷来了 立刻来到栏杆处 果然是忌吃不忌打的浮猪猪啊 宋爷爷这次采取了迂回战术 拿了牙刷转移福宝的注意力 装模作样刷了几下 开始喂药大作战 几块美味的竹笋下了肚 福宝什么警惕心都没了 眼巴巴等着宋爷爷投胃 见时机成熟 宋爷爷爷拿出带药的竹笋 还没胃就开始提前道歉了 福宝 听了福宝 福宝是一愣一愣的 小小的眼睛充满了大大的疑惑 趁福宝张开嘴 宋爷爷飞速将药损进去 苦味瞬间在嘴里炸开 福宝简直怀疑雄生 心想我是吃了什么脏东西了 福宝口涂白沫上下点头 一脸的生无可恋 咱就说这也太搞笑了 福宝本想拿一旁的竹子盖苦味 没成想这药实在是炸裂 吃进嘴里的竹子也不香了 口水流到哪儿哪儿都是 心想再也不原谅宋爷爷了 为了奖励福宝乖乖吃药 宋爷爷特意为其制作了美味凉面 看到美食在前 新款体盘的辅助度 立刻就和爷爷握手言和 完全把吃药的事忘了脑后了 这小脾气来得快 去得也快 福宝对宋爷爷生气 那也是必然的 毕竟从小吃喝玩乐都是最好的 但凡一点不好的都不吃 看见爷爷爷拿来食物 更是能立刻吐掉嘴里的竹叶 当爷爷爷为了福宝不爱吃的食物 福宝直接开眼 假装吃了 然后再偷偷吐掉 这眼界能搬上雄家奥斯卡了 不得不说 还是因为两位爷爷 将福宫主照顾得太好 这才能让福宝完全信任他们 希望他们能在这一年 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